把握第一时间 拥有美好一天 大家早上好 这里是辽宁卫视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新闻第一时间 我是方亮 今天是2月26号 星期六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省内的天气情况 昨天夜间 若冷空气过境 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 气温也比昨天要下降一些 大部分城市都会降温1到6度左右 但是由于昨天气温回升的比较迅猛 所以今天降温之后 最高气温仍然能达到4度到8度之间 今天早晨最低气温全部都是在零下10度以上 主要是零下2度到零下8度为主 不过今天会转为以偏北风为主 大部分城市偏北风4到5级 所以我们的体感还是有一点凉的 那更多的详细情况 放了7点钟的时候 维冲将会为我们详细解读 好 首先开启我们今天的新闻模式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乌克兰方面的局势 当地时间的2月25号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俄军已经控制乌克兰城市梅利托波尔 俄国防部称 俄军于25号晚上在梅利托波尔附近的海岸登陆之后 没有遭遇任何抵抗 就记住该城市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还发布通报说 自从针对顿巴斯地区的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 俄军已经摧毁了211处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 包括11个军用机场 13个指挥所 14台S300和澳黄风防空导弹系统 36个雷达站 另外 俄军还击落了5架作战飞机 1架直升机 5架无人机 击毁18辆坦克和装甲车 7台多管火箭炮 41辆军车 击沉5艘军用船只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还表示 24号 俄军完全控制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 当地的辐射水平正常 俄军与乌守军部队就核电站的安全问题达成了协议 目前 核电厂的工作人员继续正常监控核电站的辐射情况 还有就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说 俄军侦察小组目前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奥伯隆区开展活动 此前 多段社交媒体网络视频显示 有装甲车在基辅一些地区活动 不过 这些装甲车属于哪方部队目前还不清楚 根据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央视记者王晋燕报道 昨天 基辅市区再次传出多次巨大爆炸声 目前爆炸的密度和频率也越来越高 气氛紧张 那现在可以还是能够听到非常巨大的爆炸声又传来了一次 那么从早上 我四点钟啊 从巨大的这个爆炸声 两声的这个爆炸声精醒以后呢 现在是频率 爆炸的频率越来越高 尤其是从六点到现在 基本上每两到三分钟就会有一次爆炸 现在的这个爆炸的密度和频率是非常高 可以感受到这种非常紧张的气氛 我现在这个地点呢还是在基辅市中心我的公寓的这个阳台上 我还没有撤离 那么我也和我的一些乌克兰的朋友也联系了一下 有一些的乌克兰的朋友选择了离开 在昨晚上就离开了这个基辅市区到这个其他的这个在西部的一些亲情或者是其他的地方躲避 那么还有一些乌克兰人还是选择继续留在了基辅 像我也是继续留在这里 另外我们看到有消息说呢 这个今天俄军的坦克呢已经是开到了基辅的北部 那么现在乌军和这个俄军呢现在在基辅的北部正在进行激烈的交战 此外还有消息说这个乌军呢已经炸毁了基辅附近的一座桥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他在昨天也发表了这个一个这个讲话 他说呢他会继续留在基辅 另外呢乌克兰总统的办公室也将继续仍然在基辅仍然在继续这个运作 此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基辅市民呢都在准备一些应急物资 像我自己呢也准备了准备了一个应急的小的这个背包 那么准备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的话 我会马上去这个附近的这个庇护所 现在好像是能够听到拉响的防控警报 现在应该是我后面已经是拉响的防控警报 可能我们马上现在是防控警报 现在是防控警报可能马上要去庇护所 现在我上空又又再次拉响了防控警报 之前我们的消息是说基辅也提醒市民 如果如果在15分钟内连续拉响防控警报 我们需要马上去庇护所 现在还是连续的警报声连续的警报声在响起 我们可能马上就要撤离了 我也希望能够继续给大家关注这里的情况 昨天在基辅的华侨和苗表示 当地时间昨天早晨听到了空袭警报 目前街道上车辆和行人都很少 已经准备好了食物和水在家中等待 希望一切能尽快过去 我是一名生活在乌克兰基辅的华人华侨 我现在是在家里 我背后是乌克兰电视塔 今天早上大概是在2月25号凌晨7点钟左右的时间 听见了这个基辅是拉响了空袭的警报 还是挺恐怖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的这个街道 车辆也是非常少的 我现在家里是已经被足了充足的食物和水 空袭警报拉响的那一刻 我们还是非常害怕和紧张的 希望在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时候都没有战争 希望这一切赶紧地过去 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官网 发布关于请在乌中国公民 不断完善安全防范措施的通知 通知中指出 鉴于乌安全形势目前又有所恶化 请大家继续不断完善安全防范措施 宵禁期间请勿外出 严格遵守宵禁制度 了解离家最近的避难场所 不要去秩序混乱和距离军事设施较近的地方 根据乌克兰国家警察局发布的通告 警方要求当地市民举报街头可疑人员 包括身上有红色元素的标记 并要求所有平民不要穿着制服或战术服装 比如迷彩服外出 另外今天早上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 当地时间的2月25号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新闻发言人说 使馆将会努力克服困难 一旦飞行条件能够确保我方公民安全的话 将第一时间接我方公民回国 新闻发言人说 乌克兰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三天 连日来乌全国多地发生爆炸和导弹袭击 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目前尚未收到我国公民出现伤亡情况的报告 由于害怕受到战火的波及 在乌克兰基辅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居民都躲进了基辅的地铁站里 当地时间24号晚些时候 有人脱家带口 有人带着宠物纷纷躲进了基辅的地铁站里 在这个狭窄的空间 许多人只能席地而坐 他们还带了食物睡袋等等 应对难熬的夜晚 许多人还难以相信发生的这一切 他们希望一切都能好起来 另据最新消息 当地时间2月25号20点30分左右 乌克兰基辅多个地区发生爆炸 包括蒂涅伯英雄站和苏联夫卡站两个地铁站 当地时间24号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表示 目前在乌克兰境内没有北约部队 也没有计划向该国派遣部队 当天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讲话时重申 美国不会与俄罗斯交战 但会捍卫北约伙伴 北大西洋理事会24号在北约总部 召开特别会议 斯托尔登贝格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 北约在乌克兰没有任何部队 也没有任何计划或意图向乌克兰派遣部队 美国总统拜登也在24号称 美国不会出兵乌克兰与俄军交战 目前也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沟通的计划 当地时间25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全国讲话称 西方已经完全放弃了乌克兰 乌克兰正在孤军奋战 我问了今天 乌克兰在乌克兰在乌克兰 我们不怕说 说过一点 过监控制安全 我们现在不是在美国 但是在这些我们会有保证 最重要的是哪些国家会给我们的 当地时间2月25日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 普京准备派俄罗斯代表团 前往明斯科与乌克兰代表团进行谈判 据他介绍 俄罗斯代表团将包括国防部 外交部和克里姆林宫的代表 明斯科方面已经被选为会谈地点 佩斯科夫称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已表示 将为俄乌两国谈判创造所有必要条件 当地时间2月25日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乌克兰方面拒绝举行会谈提议 26日再讨论这个问题 另外根据今天早晨刚刚收到的消息 当地时间26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新闻秘书尼基弗洛夫表示说 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在就谈判进程的地点和时间进行协商 乌克兰准备讨论停火与和平问题 尼基弗洛夫否认乌克兰已经放弃谈判的说法 他表示 现在双方正在就谈判进程和地点的时间进行协商 尼基弗洛夫表示说 谈判越早开始 恢复正常生活的机会就越多 接下来我们上次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得了挥指甲 一个传染两 哎 刘婶呢 他呀 得了挥指甲 啊 挥指甲要小心 传染 可不是吗 他怕传染给小孙子 想抱不敢抱 小手也不敢牵 挥指甲变色 变厚 变形 找量甲 量甲牌复方据为同点查计 挥指甲 很多人不在意 先是一个 后来 其他指甲也有了 如果传染给孩子 就晚了 没错 要抓紧致 咱呢 要经常检查手指甲 脚指甲 发现挥指甲 小心传染 得治 对 得早点治 挥指甲 会传染 抓紧致 赶快去 挥指甲 找量甲 乐泰量甲 我的腰腿 我坐坐 输筋进腰 保持来 想去哪儿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我这一旦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输筋进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进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一安宁晚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新闻多角度 解读另一面 近日 河南郑州的一名女子 在家的时候 犯心脏病昏倒了 急救人员上门的时候 患着一名不省人士 旁边五岁的女儿 惊慌失措 一直正在喊着妈妈 有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 还在嚎啕大哭 出诊的急诊科医生 护士陈浩然 抢救完病人之后 迅速抱起了小宝宝 特别熟练地给他喂奶 拍嗝 事后 小陈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的时候 说 自己不仅是一名医护人员 也是一名父亲 看到这孩子大哭 就特别心疼 就想能够安慰一下孩子 医者人心 这一幕真的让人感觉好暖 那同样暖心的 还出现在南京一所幼儿园里 最近幼儿园的保安 仲济刚康复出院了 没想到 第一天返岗 这孩子们就为他举行了 温馨的欢迎仪式 孩子们将手工花 巧克力 苹果 鲜花等等 一百多件礼物 送给了仲爷爷 特别感谢他的保护 并且祝愿他平安健康 家长们说了 说仲爷爷有个特别的本事 那就是四百多个孩子 他都能准确地叫出名字 就连接送孩子的家长 他都认识 带着爱心去工作 这才能真心患真情 最近云南巧家县公安局新店派出所的民警 也来了一波爱心操作 他们接待了一群小朋友 就是这些可爱的小面孔 这群小朋友在路上捡到了五十块钱现金 还有一张社保卡 然后把他们交给了警察叔叔 为了奖励他们 这警察叔叔可是给足了仪式感 看看是怎么给的 首先让孩子们亲手把这些东西交还给施主 而且还带领孩子们体验了丰富的警营生活 随后看看孩子们的造型 戴上头盔 戴上这个大眼帽 还拿着武器装备 戴上盾牌 化身为小警察 那开心的呀 就不用多说了 多可爱的警民联动啊 这也许就会成为孩子们心中最宝贵的一刻 你说是不是 近日在安徽楚州的凤阳县 一名男子也被警察上了宝贵的一课 这名男子喝完酒之后 开车带着朋友到当地派出所办理户籍业务 一开进派出所的院里 警察同时就发现这不对劲了 你怎么喝完酒来的呢 随后民警迅速将这名男子控制 经过检测 这名男子已经涉嫌醉酒驾驶 当民警问他说 你为什么非得酒后开车的时候 这男子竟然回答说 逞能 嗯 是挺能逞能 都逞到字头罗网了 这波操作也是让人醉了 好 接下来我们新闻继续来关注一下 北京东残奥会 昨天北京延庆和张家口 三个东残奥村正式开村了 那首批残奥会运动员 入驻北京东残奥会 包括中国和意大利的残奥冰球队 东残奥会期间呢 北京赛区将会在国家体育馆 和国家游泳中心兵力方 分别举办残奥冰球和轮椅冰壶比赛 残奥会对于赛事组织方的细节准备 真的是一大考验 昨天是延庆东残奥村开村的第一天 运动员餐厅为选手们做出了降低餐台高度 减少桌椅数量和增加盲文菜单等等等等的调整 并且还推出了诚意满满的第一餐 我现在是在延庆东残奥村的运动员餐厅 和今天第一天上班的熊蓉 跟大家一起说声早上好 延庆东残奥村在赛时呢 将接待来自39个代表团的 549名运动员和随队官员 代表团的数量啊 也是三个东奥村最多的 那延庆东残奥村经过了44个小时的紧张转换呢 目前已经是全部完成了 他的转换和调整工作 那我们昨天来到运动员餐厅的时候 看到很多工作人员 趴在地上去测量他桌椅的高度 并且自己也是坐上了轮椅 来体验这个无障碍通道是否畅通 那我们在这个餐厅的入口处呢 还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盲文菜单台 那我手中现在所拿着这份菜单呢 就是给我们视障运动员准备的盲人菜单 我们看到通过触摸上面的凸起呢 就能够知道今天餐厅的菜品都有些什么 我们调整了我们桌椅的数量 你可以看到无论从横向还是竖向 我们同时都能够让两个轮椅同时通过 我们在原有的冬奥会的基础上 把我们的餐台提高了5到6厘米 那么我们的轮椅运动员就能够随时把自己的轮椅 直接推入我们的餐桌 秉持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理念 开兵营课第一天 为运动员还是准备了大家特别受欢迎的烤鸭 之前在冬奥会的时候一天能够消耗80只 配以我们特别受欢迎的老北京涮肉 一定能够让运动员感受到我们的热球 其实啊一个国家的无障碍设施的细心程度呢 在某种意义上是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那希望在接下来延庆赛区的30块金牌争夺战当中 东藏澳选手能够在我们的细心照顾之下 取得更好的成绩 好的新闻继续 今年春运期间民航运输旅客一共3947万人 同比2021年春运同期增长了11.5% 相比疫情前的2019年下降了45.8% 总体来看 今年春运期间 民航旅客出行数量虽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但比2021年有大幅增长 在航班安排方面 今年春运期间 民航实际飞行航班量相比2021年春运同期增长30.3% 平均客座率与上年同期持平 平均航班正常率比上年同期提高一成以上 从机场方面看 旅客运输量排名靠前的机场有 广州白云机场 重庆江北机场 成都双流机场 昆明长水机场 上海浦东机场 深圳保安机场 广州白云机场运输旅客接近400万人次 从热门航线看 珠三角往返成于地区间航线 北京 上海 成都 东北 往返海南间航线需求旺盛 旅客量 航班量 客座率均较高 旅客运输量排名靠前的航线有 北京至三亚 广州至北京 上海至北京 广州至成都 北京至成都 成都至三亚等 好 接下来看一下今天的12345第一时间半 去年6月 辽阳市市民通过12345便民服务热线平台 反映说 宏伟区俄瓦县道路无法通行 辽阳市宏伟区政府高度重视群众反映的道路通行难题 认真调查落实 群众反映的鹅法仙道路 位于辽阳市洪伟区曙光镇 近邻辽阳方丁基地产业园区 周围还坐落着曙光镇四个行政村 六千多户居民 俄瓦县原路修建于2004年 路面宽7米 道路排水不畅 路面破损严重 由于紧邻方丁基地 微化品运输车来往穿梭 加上村民出行 农产品运输都要走这条路 让这条路出行存在危险隐患 这个方丁原区一共是40多家企业 经常反映我们这个路啊 经常反映我们这个路啊就是出行不是很畅通 这个额瓦线啊连接省到这块这个和整个车的出行 包括企业的出行非常困难 区委区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多次到现场勘查 发现这条路不仅地下管网重重 道路一侧原有的河道 也为道路扩建增加了难度和成本 有辽化的地下广网 还有我们上下那个高压线 这个都需要保护 前期设计就搞了将近三个多月 然后我们在区委修正 我们连续开了几支会 请专家进行论证 去相关务门进行 共同研究这个东西 终于最后我们把那个路径定下来了 再用一份河道 然后呢政府投资额也非常大 我们这条路前后投资额将近达到了2800万 我们重新修了1000多米的挡堵墙 齐了300多米的石器边口 这个整个重新这个路面 黑色路面那个维修改造是36000平 在改扩建俄瓦县过程中 区委区政府考虑到方厅基地企业需要 不仅将路面宽度扩建到15米 还将俄瓦县与方厅基地产业园区 内部道路之间的漫水桥修建打通 使园区企业物流更加畅通 第一时间记者韩冰高志远报道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上半场 稍后的主播子韩和韦聪将带来新闻下半场 不要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想 想 想 原价2倍99元 明星同款福知糖蓝莓叶黄素 现在打起电话 今天只需九毛九 抢到了 抢到了 今天只花九毛九 就能吃上句号老师推荐的蓝莓叶黄素 太值了 打电话 打电话 福知糖蓝莓叶黄素 今天只要九毛九 太划算了 原价299打个电话 不到一块钱 那还讲什么 赶快抢吧 福知糖蓝莓叶黄素 我们都带去 好消息 好消息 为了庆祝福知糖蓝莓叶黄素 销量突破八十万盒 厂家特拿出五千盒福知糖蓝莓叶黄素 回馈新老客户 著名艺术家句号老师 亲情推荐的 原价299元福知糖蓝莓叶黄素 现在拨打电话 今天只要九毛九 只要九毛九 数量有限 只限前两百名报名成功者 不得重复申领 不得重复申领 赶快抓紧时间申领 抓紧时间 现在马上 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的四零零电话 报名枪够报 你还在为眼干眼色 眼疲劳 视力模糊 青红眼白内障 快要吗 你还在为看不清路 看报用老花镜 烦恼吗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 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立即申领 句号老师推荐的 大品牌 大优惠 大畅家的蓝莓叶黄素 今天只要九毛九 一个电话 快递给您送到家 一许研究证实 眼部问题的形成 是眼部分烟黄素 大量流失所致 烟黄素 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 油害光线 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 维持眼睛内部的 正常血液供应 福质糖蓝莓叶黄素 每一片都高含量 护眼浓缩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 从中提取高纯度 天然叶黄素 高纯度 耗吸收 每天一片 即是补充眼细胞 缺失的营养 预防眼疾病 增强眼胜利 现在打电话 今天只要九毛九 蓝莓叶黄素 今天只要九毛九 你说划算不划算 我一直在吃 对眼睛特别好 以前就是太贵了 一瓶都要好几百 现在趁着活动 我赶紧抢了两套 能省下好几千块钱呢 以前我看个报纸啥的 那全于重影 你看我现在 日历上这么小的字 我不带老花镜 看得也非常清楚 这次蓝莓叶黄素 九毛九的会面活动 真为我们老百姓 做一件大好事 老眼病折磨我十几年了 多亏有了福知糖 蓝莓叶黄素 可帮了我大忙了 这是厂家 直接做活动 每天才九毛九 我一下子就抢了一年的量 关爱眼健康 就选福知糖蓝莓叶黄素 现在打电话 今天只要九毛九 数量有限 请您抓紧打电话 请您抓紧打电话 百年一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痛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礼 首先来说一条好消息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欢迎一起走进新闻下段场 中文生活秀 秀平凡人的幸福生活 我们看看新闻都有哪些 流浪国际大事 翻表中下 我们的助力组 我们来看新闻 欢迎来到 导演七上站 七上万千 都收费 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引领资讯未来 我和我的总 如果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下一首赞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 你都留下了河 我歌唱每一条河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的心也尝尝 中华你不倒了 最美心的石头 每个人为国家发出 最美的梦想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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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传终的心 冒着天然炒 我 清醒 冒着天然炒 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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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第一时间 拥有美好一天 欢迎走进第一时间节目的下半场 我是子涵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高维聪 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好的 昨天我省各地气温是普遍回升 但是风很大 到了今天 白天全省各地大多是多云转晴的天气 最高气温是在3度到8度 最低气温出现在大连 安山 锦州地区 零下4度到2度 其他地区是零下11度到零下5度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是晴转多云 到了后天白天 这个辅顺 本西铁岭地区以及宽店 就会有雨加雪转中雪了 沈阳 复兴以及辅顺是雨加雪转小雪到中雪 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雨加雪 我们再来看一下风力的情况 全省的陆地 西北风是4到6级 阵风7到8级 风力很大 我们具体来看看沈阳 沈阳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 西北风转西南风4到5级转2到3级 最高气温是6度 最低气温是零下9度 到了明天依然是晴好的天气 刮的是西南风3到4级转2到3级 最高气温8度 最低气温是零下7度 后天来雪了 雨加雪转中雪 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转2到3级 最高气温是6度 最低气温是零下8度 好 接下来气象万千用心记录 我们来看一下各地的气象观察员发来的照片 先来欣赏的是张武夕阳应陵的美丽景象 暮色中 云霞应着落日 晚风带着温暖 层灵被暮色浸染 树枝随晚风摇曳 有一种暖意之美 真的是夕阳美如画 清风最晚霞 墨色度芳华呀 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夕 二月的暖阳照耀着山脉绵延 奇风突兀的辽东大地 山谷吹来的风已经不再寒冷 暖暖的阳光洒满山川河流 大地乡野 春天的脚步如约而至了 大家看图片中有一列火车飞驰而过 打破了乡野的宁静 宛如奏响了春天的旭曲 接着我们再去巴鱼圈的海边看一看 现在虽说这天是越来越暖和了 但是海岸依旧是被厚厚的海滨覆盖着 远处的海平面上风平浪静 只有那几乎看不见的细浪 慢慢的侵蚀着海滨 时而发出轻柔的声音 此时面朝大海倾听海鸥鸣唱 领略海的博大 真是令人陶醉啊 那随着气温的连续升高 去水扬鸟岛混合段 观赏大雁的人们逐渐增多了 说起鸟岛 它是孩子们观赏大雁和野生动物的好去处 您看图片中的这两个萌娃 正在观察水中游来游去的大雁 多么的专注 开心 多么和谐的景象 好 接下来我们再去了解一下 全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沈阳多云转晴6到零下9度 大连多云转晴6到2度 安山晴5到零下3度 辅顺晴4到零下11度 本溪多云转晴3到零下7度 甘东多云北风8到零下8度 银口晴6到零下6度 复心晴5到零下8度 辽阳晴6到零下5度 铁领多云转晴5到零下6度 铁领多云转晴5到零下6度 朝阳晴7到零下5度 盘紧晴7到零下6度 葫芦岛晴7到零下5度 沈阳多云转晴6到零下9度 了解完天气开启下半场的新闻之旅 我们首先来关注疫情 2月24号的零时到24时 我省新增18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为葫芦岛市报告 治愈出院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一例 目前寒假已经接近了尾声 学校的开学在即 随着学生返校进入高峰 人员流动量将持续增加 也使新冠病毒传播的风险加大 医生提醒同学们 返校前要注意个人健康 避免疫情传播安全 返校复学 目前新冠疫情传播风险仍然存在 同学们应该调整好作息 来适应开学后的生活 及时掌握学校的各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制度 和学校所在地的疫情防控规定 学会个人防护与消毒知识技能 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在返校途中 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 素干手消毒剂 消毒湿巾等个人防护用品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要全程佩戴口罩 尽量减少与其他人近距离交流 避免聚集 与同行者保持一定距离 返校途中 自觉发热时要主动测量体温 如身体出现发热干涸等症状 应及时就医 如果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 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公众员 进行健康监测 防疫管理等措施 并及时将有关情况向学校报告 第一时间邹宾凯 魏少为报道 高别寒假迎来新的学期 目前沈阳市各大中小学的教师们 已经提前到岗 为新学期做好准备 在沈阳市和平一校长百岛二分校的教室里 二年一班班主任刘婉竹 正在布置开学迎新展示墙 在这个假期按照学校要求 每个班级都要围绕冬奥主题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 创作具有班级特色的展示墙 结合我们班级的特色课程 向冬奥会中的折柳枝 就非常好的传承了中国的特色文化 我们班级的学生呢 也都在假期中进行了丰富的时间活动 背诵了非常多的经典诗文 在开学之前呢 我们也会将班级的文化墙 进行更新和整理 在布置教室的同时 安全防疫更是一项重要工作 昨天上午 在沈阳市大东区 兴潭小学教育集团第一年级部 展开了一场春季开学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演练中 就入校时出现发热及身体不适 临时发热等场景进行模拟 同时 学校对校园整体环境进行彻底消杀 并对师生们体温 假期旅行时 接触时等进行排查 我们还讲呢 及时的启动 对所有师生员工的定期核算赛杀制度 这个呢 就是每半个月 抽签10%的数量 每5个月呢 完成一轮 之后呢 我们还将要组建这个杜杀组 对全市县原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 进行全面的读导检查 确保各项防控工作措施呢 落实到位 第一时间 零瑶一天报道 我们把视线转向广东 2月25号的凌晨 东莞市大朗镇 在发热门诊主动就诊人员核酸检测当中 发现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市镇两级疫情防控指挥部 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组织开展流调溯源 隔离管控和核酸检测等工作 截至2月25号的14时 在该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排查中 又发现了10例阳性个案 均在大朗镇内 均诊断为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轻型 已转运至定点收治医院 隔离治疗 我们再来看黑龙江 昨天黑龙江基东县 在集中隔离管控的密切接触者筛查中 发现一例初筛阳性的感染者 基西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合为阳性 经市专家组会诊 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轻型 已经转运至定点医院 进行医疗救治和隔离医学观察 目前这名感染者 2月10号到24号的行动轨迹已经公布 进一步的流调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对流调中发现的密接和次密接人员 已经按照相关规定 闭还管控 好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接下来浏览国内大事 白妙天下为您梳理国内的焦点新闻 针对寒假前社会反应强烈的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恶意涨价 超时段收费等突出问题 全国各地按照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统一部署 迅速行动集中整治 例行例改 截至2月15号 各地共排查非学科类培训机构 18.48万个次 发现恶意涨价机构52个 相关违规问题已经整改 对相关机构进行了严肃处理 培训费恶意涨价部分 已全部退回家长 昨天国新办就科技创新有关 进展情况举行发布会 会上介绍2021年 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2.79万亿元 同比增长14.2% 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了2.44% 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 上升至世界第12位 成功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银保监会日前发布消息 自3月1号起 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区域 扩大到全国范围 在原有6家试点保险公司 允许养老保险公司参加试点 根据银保监会有关规定 专属商业养老保险 管理保护机制 强化河湖掌制部署 按照全国水利工作会议要求 从河流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 强化体制机制法制管理 严格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 和河道彩沙管理 纵深推进河湖青四乱 常态化规范化 推动各级河湖掌和相关部门屡职尽责 建设健康美丽幸福河湖 公安部1月部署集中开展 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药裂药犯 犯罪重点攻坚专项工作以来 全国公安机关迅速行动全力攻坚 加大药品犯罪打击力度 河北 吉林 黑龙江 江苏 福建 重庆公安机关 集中优势警力开展收网行动 侦破一批制售假药裂药等 药品犯罪大药案件 捣毁黑窝点22处 抓获犯罪嫌疑人52名 涉案金额2.7亿余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起事故现场 昨天上午的8点40分左右 贵州前西南州珍峰县 龙场镇三河顺勋煤矿 发生了一起事故 初步判定为顶板垮塌 经初步核实14人被困 事发后 省州县相关负责同志 立即率矿山监察能源应急 公安卫健等部门的人员赶赴现场 抢险救援 目前各项工作正在积极开展 好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第一时间 马上回来 葛红药膏 一斤药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方式骨痛 肿 胀 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腰痛 腿痛 关节肚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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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红药膏正适合葛红牌 桂龙药膏 风湿 内风湿 中医叫臂症 风寒湿鞋藏在关节 激旧成臂 肿胀疼疼痛 散风寒除湿壁除臂症痛 风湿 内风湿 老风湿 老骨痛 换用曹金华牌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我的腰腿 我要坐手 输筋建腰 跑起来 想去哪儿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我这一旦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输筋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建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一安宁晚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凶们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欢迎回来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小群体 搜救犬 不仅是一个名字 更是一份职业 一份令人尊敬和赞扬的职业 他们敏锐 勇敢 身体健壮 精力旺盛 从小也是经受专业的训练 是百发百中的搜索专家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状态的退化 他们也将退役迎接新的生活 现在有20只搜救犬即将离开沈阳消防的队伍 希望他们能够找到新的主人 余生里给他岁月安好 这只搜救犬是个女孩 她叫做琪琪 是一只马里努阿犬 再过几天就满10岁了 对于人类来说 10岁正是天真烂漫的年纪 但是对于一只搜救犬来说 她早已经完成了她的工作使命 光荣退休 现在每天就是悠闲地享受生活 搜救犬特别温顺听话 而且非常聪明 这也是他们被选做工作犬的原因之一 虽然这些搜救犬现在年事已高 但是他们年轻时也曾经有过辉煌的战绩 当人类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们毫不畏惧 训导员和搜救犬朝夕相处 如今即将面临分别 心中难免不舍 心情不在这吧 然后就是希望下一个主人嘛 对他们就像对待自己孩一样嘛 咱们也是希望给他们找一个更好的环境 去散逃他们 因为他们在服役期间嘛 就是都非常辛苦高相度的训练 希望到晚年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让他们养老 爱护动物亲近自然 方法很多 远观呢也是一种乐趣 近日黑龙江坎都河国家湿地公园的检测员 在监看春节前红外相机内存卡的影像资料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紫雕 在雪中嬉戏的画面 这让监测员们激动不已 我可得溜达溜达 咦 那边是什么 你看你看它是怎么样 它是爬行的是不是 它蹭肚皮呢 蹭肚皮 它像爬行的那样 蹭肚皮是流气味的 第一次拍到这么完整的视频 我的体长大约在40厘米 体重大约1000克 别看我长得娇小玲珑 但我的警觉性可是非常的强 我这双大眼睛可不是白长的 不管哪里有个风吹草动的 我都得赶紧把眼睛瞪个溜圆 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就像林间的精灵 既活泼又聪明 既调皮又敏感 紫雕市有着领域地设的动物 他们用妙境和足迹来标记自己的领域 一般都单独居住 而且大部分时间没有固定的巢穴 我喜欢在真夜林中生活 我可不会出现在开阔的武林地带 那样太危险了 我的毛皮和人参 陆蓉被称作是东北三宝 紫雕属夜行情动物 在以外拍摄到一张紫雕照片非常难 我会一定把紫雕里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也是动物 这些年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善 不光是我回到了人们的视线 就连我的朋友 鸵鹿啊 舍利啊 棕雄啊 黑琴鸡等重点保护动物 如今也踪迹遍布林间路旁 我们的种群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相信不久的将来 看到我们不再是难事哦 要说啊 要说啊 结婚这大喜的日子 遇到一点闹心的事怎么办呢 心态很重要 最近 贵州遵义呢 是迎来了降雪 而一对新人结婚的日期啊 定在了有意义的2月22号 当天漫天飘雪 但是呢 并未阻挡新郎接近的脚步 新郎是走了将近三个小时啊 去迎娶自己的新娘 接亲的途中 亲朋好友们还顺便一起打了血仗 把这样的美丽的雪景和婚礼 分享给更多的人看一看 这种中国式的浪漫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我们来看两条最新的消息 当地时间2月25号 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阿尔巴尼亚提交的 关于乌克兰局势的决议草案 进行投票 由于俄罗斯投票否决该草案 决议未能通过 按理会投票当中有11票同意 1票否决 3票弃全 由于俄罗斯为按理会常任理事国 决议草案未能通过 再来看 当地时间的2月25号 波兰总理穆拉维茨基宣布 鉴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波兰将对俄罗斯航空公司关闭领空 波兰政府发言人穆勒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相关的新规将从26号开始生效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接下来浏览国际大事 白妙天下为您梳理全球的焦点新闻 当地时间25号上午 印度尼西亚西苏门达拉省发生里市6.2级地震 印尼减灾机构负责人称 地震造成至少两人遇难 部分建筑被毁 临近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有震感 据法新社报道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 智力最南端的圣拉菲尔冰川裂缝正在持续扩大 圣拉菲尔冰川是北巴塔哥尼亚冰原的39座冰川之一 根据卫星图像显示 圣拉菲尔冰川是世界上崩解速度最快 同时也是移动速度最快的冰川之一 它正以每年7.6公里的速度移动 首届非洲青年武术大赛定于今年11月 在南非首都开普敦举行 功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 早已深受海内外武术爱好者的欢迎 首届非洲青年武术大赛更是受到了举办地开普敦市 以及当地华人社区的支持 届时将有来自埃及摩洛哥和纳米比亚等多个国家 10到18岁的年轻人亮相赛场 一绝高下 最近大赛开启报名通道 不少非洲武术爱好者提前展示了他们多年的习武成果 24号 阿富汗昆都市省官员表示 在该省首府昆都市市和伊玛穆萨西埔地区 包括4名女性在内的7名小儿麻痹症疫苗接种工作者 遭枪击身亡 枪击事件发生后 昆都市省暂停了小儿麻痹症疫苗接种工作 塔哈尔省一名官员说 在该省首府塔鲁凯市郊区 一名小儿麻痹症疫苗接种工作者遭枪击身亡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声称制造了枪击事件 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4号公布的民调显示 高达68%的美国受访者对美国的现状不满 民调显示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 美国比一年前要差劲 这一数字达到了58% 仅有3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要比一年前好 在拜登的表现方面 56%的受访者认为拜登不称职 而在2021年6月 该数据仅为43% 好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植物洗白发 洗出黑头发 只需几分钟 白发变黑发 从此不染发 本居然植物黑发 学位部门检验 全新植物配方 精选核手屋 枪昆布 人参 银杏 测百叶 枝子果等多种 黑发 养发 护发精华 揉一揉 洗一洗 白发变黑 很随意 大家跟我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本质然的配方 有核手屋 枪昆布 人参 银杏 测百叶 枝子果等等 都是多种的黑发 养发 护发的精华 全部都是植物的配方 这么一看 这么多植物 我特别的心动 咱俩也试试吧 好 也试试 我们也试试 好好好 阿姨啊 感觉怎么样呢 这植物黑发就是不一样 一点都不刺激 没有那股那种化学的刺鼻的味儿 有一股那种植物的清香味儿 我洗着洗着 这头发就全黑了 还不止呢 你看我的头发是又黑又亮的 就跟年轻时候的一样 这人吧 一看了就年轻十来岁 这下大家伙都放心了吧 放心 太放心了 好消息 好消息 本质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 现在打电话听口一组 即可享受工厂职工价9块9 不用担心 不用怀疑 今天是厂家职工 有厂家直达消费者 没有充钱生赚差价 而且厂家还承诺 货到再付款 不用您先掏钱 等收到货 满意再给钱 不满意 哪怕觉得没电视上说的这么好 退货 退款 你也没有一分钱损失 名额有限 数量有限 期限前50名 请抓紧时间 多打电话 安全染发很重要 染发安全很重要 健康染发 我推荐本质染 这些年呢 我没少用什么 一洗黑啊 一输黑啊 这些产品 但还真没用过 像本质染这种 不仅能黑发 还能养发护发来 你看这黑出来头发 就跟刚刚锯过油一样 而且你看这里面有 枪昆布和手屋 人参 全都是黑发 养发的植物成分 一点对咱身体啊 不好的化学成分 都没有 我在用 很好用 我才敢为它代言 我希望你也为它代言 好消息 好消息 本质染植物黑发 半价体验活动 开始了 现在拨打电话 即可享受半价体验 只要9块9 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 名额有限 数量有限 进线前50名 请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通了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的章午 云霞应着落日 晚风带着春日的温暖 连枝头也随风飘舞 夕阳景色有一种说不清的暖意 本夕的早春二月 火车飞驰而过 打破了乡野的宁静 宛如奏响了春天的续曲 天气渐暖 银喉海岸依旧被厚厚的海滨覆盖着 面朝大海 倾听海鸥鸣唱令人陶醉 还有更多美丽的照片 而节目的最后呢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我是子涵 第一时间 我们明天见 音乐 音乐 词曲声 播放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